今天新增三名境外移入的个案 自菲律宾缅甸及美国入境 那没有本土的个案 台湾周三没有新增本土个案 不过针对布陶院内群聚感染 指挥中心持续匡列接触者 目前有3482人需要隔离 而一小部分医护人员已经隔离期满 我们有143人已经隔离期满 隔离期满 那也裁检是阴性 那再过来再回溯的这方也陆陆续续 因为它从1月6号开始框起 所以陆陆续续就会有这些 就是到我们这个隔离已经超过14天 那我们会安排他们来采检 那阴性之后再进入自主管理 另外台铁一名女车长 曾和确诊个案到同一家医院就医 接获卫生单位通知需要隔离 对此陈时中说 照指挥中心定义这名车长 还不算密切接触者 只是这次拉打接触者范围 陈时中也宣布即日起 除了病人动手术需要家属陪同 特殊单位要说明患者病情 或者因应患者需求 经评估获得医院同意 北北陶医院全面停止探病 不逃就医的民众主要分布于北北陶地区 台北市新北市及桃园所下医院即日起到约9日 除了这个例外的情况以外 我们就北北陶的医院就禁止探病 不逃疫情让指挥中心相当警觉 陈时中表示在周四周五 将针对综合大楼309人 以及环境进行裁检 再次确保综合大楼干净 并且预计2月4号再次进行全院裁检 希望快点将疫情清干净 新成人亚太电视 林云棠黄晏林 台湾台北报道